翻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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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朋友晚安 很高興大家在每個禮拜三的晚上八點鐘 來收看我們高雄實駕電視臺 雅各惠客室的節目 我們很高興 我們今天晚上再次的邀請 舒超盛 舒先生 來到我們惠客室的當中 來分享他人生的精彩片段 上一週大家知道 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能夠因為建築業的發展 得到很好的成績 可是921地震 第一次把他震倒了 可是他的人生不是只有被震一次 所以我要把時間留下來 讓他跟你分享 有多少次的震 他領受了什麼 我們今天來訪問他的 也是聖文贊宋先生 他有專業的訪問機的準備 能夠更清楚 更明確的 把故事更清楚的跟大家說明 我們再把時間來交給雅各禁拜團 帶給我們美好的詩歌 請 請 尤 知道 您是我的一切 洗尽我醉 赐我心生命 祝你是我的一切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祝你是我的一切 洗尽我醉 赐我心生命 祝你是我的一切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主爱有多高 慈爱高过祝典 怜悯有多深 神光无限量 恩殿有多宽 宽阔超过海洋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祝你是我的一切 祝你是我的一切 洗尽我醉 赐我心生命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主爱有多宽 主爱有多高 慈爱高过祝典 神光无限量 神光无限量 慈爱高过祝你是我的一切 祝你是我的一切 神光无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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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全心跟随你 电视前的来宾 再次来跟我们继续来听 我们超圣书哥的故事 上一集我们提到他信了耶稣 他有上一集也稍微提到 后来太太跟家人也都信主了 是 我想其实刚刚上一集的时候 我们书哥讲说 他没有讲那么清楚了 不过大家都听得懂 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虽然是简单的带过 不过其实对家庭 对孩子的伤害 应该是蛮强烈的 他们为什么会愿意 跟着你来信一个 他们没有接触过的信仰 其实 妹妹也谈到这一点 我心里面 事实上觉得对他们非常亏欠 但是因着上帝的爱 领到我们这一家 让我的孩子们 我的太太 虽然我曾经背叛了他们 做了不该做的事 但是因着神的爱 神的救恩领到我们这一家 他们愿意饶恕我 他们愿意包容我 原谅我 那当然在这当中 若不是神的恩典 人是很难彼此饶恕 彼此和好的 所以我真的要感谢我的上帝 第二个就是 我的太太 正是神为我预备的 贤德的七日 非常有智慧 当她看到我参加小组以后 她说 如果有那么一位神 可以改变我的先生 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她就跟着我 一起参加小组 在2005年 我们就一起受洗 归入祖名 那么在三年之后 2008年 我的两个孩子 应该是他们有看到 我们夫妻关系的改善 跟我忧伤痛悔的心 所以 经过一番 我孩子非常有智慧的 对我做信任的测试 是 再加上 她认为如果有一位神 可以改变我的爸爸 他们也很想要改变 所以 他们在父亲节的时候 有一年的父亲节 就跟我讲 说他们要受洗 是 感谢神 后来牧师经过一年以后 有跟我讲 他说你的孩子 同一个问题问三遍 让他不得不警醒 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就是说 耶稣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神 所以问到第三遍以后 牧师说 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是 他们说 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怎么能够让我的父亲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 我感谢神 原来传福音不是靠嘴巴传 对 原来传福音就是要 让神的恩典来改变我们 是 我们人没办法改变自己 只有神的恩典领导 那么2018年 我的媳妇就是跟我儿子结婚三年后 他也告诉我他要受洗 那我问他为什么要受洗 当他告诉我内容以后 我知道他已经被神摸着了 是 所以我找个机会跟我儿子讲 我说 若不是你有活出基督样式 你的妻子不可能会受洗 因为信仰是人一生最高的价值 那相对的在2021年的时候 就是今年的8月 我的母亲 她是大甲 跟随这个大甲到北港 进乡50年 然后她手持佛珠 每天这个诵经超过30年 非常虔诚的信仰 她是非常的 而且她竟然当我们愿意 当我们愿意 我们所有的担忧惧怕 神就动那奇妙的功 把她给挪走了 所以后来我问我的母亲 你怎么可能会受洗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的人情 或者是勉为其难 她说都不是 因为其实她两年前 她就已经跟她的神讲过了 她说如果有那么一天 有个牧师到我们家来 要为我施洗 我就要让她施洗了 所以她是跟她的神明说 如果有牧师在你们家 要她受洗 原来她已经预备两年了 很奇妙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能跟她讲 因为我怕她误以为 我不要她跟我们住在一起 用这个理由去赶走她 可是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我非常爱我的母亲 所以感谢神 后来我的太太 非常勇敢她跟我提 那么我说好 我愿意 但是我要跟上帝要智慧 让我知道该如何跟母亲讲 免得她受伤 结果我连讲都不用讲 所以神的作为总是奇妙 祂的侧度总是精准 其实我们只要愿意 神从来不强夺我们的心 只要我们愿意 所以我感谢神 所以我想福音这个 不要用权柄 不要用勉强 不要用业绩 也不要用太过专注于用嘴巴 而是要我们的行为 蒙上帝的恩典 怜悯 来改变我们以后 有一个样式 对 我相信没有人不愿意变好的 是 感谢祖宏 我觉得听书哥讲 很像有一首诗歌讲的标题 就是要活出爱 像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必须去活出基督那样的爱 那在跟书哥聊天的里面 书哥好像说在你人生的阶段 好像有五个 不同的路跟体会 是不是跟我们 一幕前的朋友分享一下这个 七个五年的这个地产经验 人生经验很丰富 所以也跟我们大家这些 互相交流一下 是哪五个阶段 其实我要分享的五个阶段 应该是我新耶稣以来 在这十六年当中 神对我的不离不弃 神爱我 祂给我一次又一次的转化 更新破碎我的老我 我的血气 我记得在我初信主 刚蒙恩那一年 有一个国度机构的负责人 到台中来分享 这个国度的意象 当大家一谈到 弟兄们你们要不要寻求 神在你们身上的 心意跟命定 是 其实我拿懂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刚信主 但是那句话就好像一支箭 射入我的心门 炸我的心 一直到如今十六年 我始终一叹到这句话 我心里面就有很深的感动 那是我遇见神非常重要的一次 到了2010年 有一个弟兄 奉拆派 来要我 这个承担 台中全服会的分会长 我是选择逃避 因为我是雅各 我是越南 我选择逃避 主啊 祢采拜他们 我一定帮助他们 只要不是我 感谢神 透过这位弟兄 传来一句话 再一次找我的心 让我再一次都崩溃 因为他说 承担分会长 是飞着十字架 做仆人 走异路 这句话 又再一次找我的心 让我再一次的 我说我愿意 到了2012年 我又一次 在TV杂志 看到一篇讲道 就是对福音现况的 神圣不满所 因为那是我拜访了 三百个教会以后 我也是有很深的感受 因为 神的祭坛 是非常的丰盛的 那么 为什么台湾 信耶稣的人 就是这么一群 如果 我能更找信耶稣 我相信我有更多的错 就可以避免 为什么我要到47岁才信耶稣 所以这句话让我非常有感 到第四句话 在2014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全国会到马来西亚 参加一个华人的年会 那时候有一个讲员 他分享的主题就是 跟随主的脚中行 这句话又再一次的让我 非常深的感动 我说主啊 我愿意顺服 否则在那之前 我实在是 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 到了这个2015年 当我服侍完望道号 首航台中港 这件事情以后 神 一次读经的时候 让我看到 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 祂说 我们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的神 祂就安慰我们 我们要从神所得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到那一刻 我终于知道 神要我服侍的方向 所以也是五个阶段 就是我们遇见神 扎心 然后经历神 然后我们才能够相信神 最后我们才能顺服神 最后蒙恩来服侍神 所以这就是我在这16年当中 我感谢神 祂对我的不离不弃 祂给我这五个阶段的 这个属灵生命的更新 跟状况 上帝好像也为 苏格开了一个新的道路 就是 您过去在整个地产的一些经验 那因为您刚刚听到 您说在想要在福音上面 参与 然后跟随耶稣的教宗 而且您的体会是说 福音是靠活出来的 所以上帝好像为你开了一个 过去也没想过的道路 是讲师来为一些我们的这个商业界的人士 来上一些课程 是 因为其实我台中的七月奖座创办了11年 举办过548场 明知我七月奖座实际上是福音奖座 那么感谢神也使用这个祭坛 大概有超过1000人 透过这个祭坛 陆陆续续的他们到众教会去受洗 那可是在这之后 在去年 我们所经营这个商场 就被地方政府断水电 所以忽然变成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感谢神媒体大幅的报导 让一些地产界的朋友们 他们忽然想到我这个人 所以他们也发现商用不断产时机的来临 他们就要我去开课 那我去了以后才发现 原来七月奖座以前是1.0 现在的2.0不就是在这里吗 原来神要我做的商用不断产 职场福音宣教事 我领受这个 因此我就开始投入在这一个业界的 这个商用不断产的这种讲座 其实明知为商用不断产 实质上就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因为这里面是需要创意 创意从何而来 岂不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所以我感谢神他为我开一条心路 是我想神的带领永远是非常的奇妙 苏哥在你其实蛮丰富的 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然后经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波折 到如今也还是要有很多的一个挑战 对 我想刚才您提到您职场宣教士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不晓得从你过去的经历以来 对于这个我们所面对职场的诱惑与挑战 不晓得苏哥有没有什么样 给他们的一些提醒或是建议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 我非常感谢神 祂让我的人生非常精彩 祂让我的生命非常活泼 祂让我的旅程也非常奇妙 我在这里大概跟各位分享一点 我们在职场上一定会面临到的几个挑战 跟这个试探 第一个呢 祂一定会面临到送会所会的这一种诱惑 那但是呢 当时我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那么的圣洁 我还是会有我的劳我 所以我是等到祂问了我第三次以后 我才跟祂婉拒 其实如果我过圣洁 我第一次就应该跟祂婉拒 所以其实我也没那么的刚巧 那神怜悯我 祂在那个时刻 祂让我做出一个拒绝的动作 虽然这样子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跟现在被断水电它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想能够活在真理中 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 是为患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所以我相信这句话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能会面临到利益的这一种分配的试探 曾经有创投公司 他来要求我 跟他配合 把原来的股东的股权稀释掉 然后他要给我更多 然后让我有更好的发挥 我也是第三次以后我才拒绝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的软弱 那我拒绝的理由是说 如果你现在给我这个 我就出卖我的原始股东 那未来我也会出卖你们 那我这种人你们还要吗 当然我这样讲了以后 我也是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他们就到处造谣 那第三个呢 我们也会面临谎言 诱惑 那也曾经就是有一个店家 他就跟我讲 他要给我个人的股权 我跟他说不可以 因为我一定要跟我的股东报告 如果他们不愿意我再加入 他说我只要你我不要他们 我说错 没有他们哪有现在的我 跟你谈这件事情 如果我未过河以拆桥 我这种人你要吗 那当然我也知道我这样讲 我也是要面临很多的代价 但是感谢神 那第四个呢 我相信我们也会面临一些 在这个家庭时间不够用 被分化的这种试探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时间的管理上 以及优先次序上 我们如果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 我们去把家庭 神摆在第一位 让神积首位 接下来是让我们的家庭 最小的单位我们能照顾好 我们才有能力去照顾他人 所以在这过程中 我都我没有很刚强 我都差一点在那个边缘 但是感谢神 祂让我选择 对的选择 所以我曾问我自己 我那时候会做这些决定 基本上当时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非常有感 我感谢神的怜悯 那如果说我要给一些朋友们 建议的话 我认为第一个 人不可能改变自己 人除非上帝的恩典领导 否则我们无法免于试探 脱离凶恶 因为这个世界 就有如挪亚方舟一般 利益的纠结会造成动物比人多 人的人性会被受性所诱惑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现在是在顺境的话 那我非常恭喜你 但是呢 我也要跟你分享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跟际避避 岂不都是上帝给你的吗 那你现在能这么顺境 其实我们要保留 神给我们的福分 我们要更加的敬畏神 我们要更加的遵行祂的话 我们要更加的爱祂 我们更要尽心尽心的事奉祂 因为祂会为我们保留这个福分 那如果你现在是处于逆境的话 那我也要鼓励你 我也是处于逆境 但是我永远相信我们的神 因为祂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 祂告诉我们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他们必得各样的冠冕 在经过试念以后 因为这是主应许要给我们爱祂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要鼓励我们彼此鼓励 人一定有春夏秋冬 一定有顺境逆境 逆境不可耻 低谷不为难 没有低谷哪来的高峰 所以我感谢神 在给我这么一个精彩的人生 我从来都不后悔 应该是神怜悯我 让我紧紧抓住他 是 非常感谢苏哥 我想如果不是上帝的帮助 没有人愿意把过去的 这些种种的一些软弱困难 这些诱惑 摊在大家的面前 非常感谢苏哥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家人的关系重新被建造 是的 那遇到逆境的时候 可能不再像从前一样 只能紧张 只能担忧 现在有上帝可以作为苏哥的依靠 非常的平衡 而且重新有一个新的价值观 在看待很多的事情都有一些改变 我想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如果无法一一的跟大家做介绍说明 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邀请苏哥 再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历 那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访问到这边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杨丽仙 杨姐 各位亲爱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次的访问集 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我很感谢我们苏大哥 他接受我的邀请 在这个时段他来到我们的中间 你想想看 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一路做生意到现在 他真的是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 你看他如何经历 在生意中风花雪月的挑战 他如何经历在生意中 骄傲的挑战 他如何经历在生意中 整个费弱文化的挑战 他如何经历在生意中 利益夺取的挑战 这一切一切 他如何经历在他的家庭 遇到困难呢 他如何能够面对他的家人 给他的接纳 以及他如何在重建的挑战 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 苏超胜 苏先生 他来到我们的中间 因为他想要跟大家分享 有一位神 耶稣基督 在祂的生命中 帮助他 保护他 引导他 让他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 他在他的人生道路中 他正经历了上帝 再次的带领他 在未来 他会再进入下一个高峰 我们祝福他 也谢谢大家 阿们 祝福你 上帝一律同在 谢谢你 谢谢 感谢祝福你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